你不要讓他覺得心裡毛毛的 還有嗎? 有,要講的話 沒關係啊,難得 老師可以幫我們那個介紹一下那個房子 他的就是他有什麼優點 就是他有沒有就是煞到啊 還是說哪裡是好的 這個 就這一個格局來講 就這一個是看不出來 因為你沒有方位 你這個房子如果沒有樓盤 吉凶沒有什麼意義 只有一些形煞 什麼叫形煞 就是你看這個對過來 有沒有對到極極規規的東西啊 像一般現在的房子很多的 這三個門叫品字型 品字型很容易摳腳 這個也很正常 這個不能講凶相 現在男孩子的意見 這個不能成為凶相 可是你如果是 呃 太短 然後太近 就有問題 啊 以這個比例 他如果是1比1 他這個參數這麼大 這個貢獻還可以 啊我真的做A呢 做A那個 不好過 這個太短就不好過 因為你沒有樓盤喔 這個計算方位計算不出來 沒有意義啊 你一定要有樓盤 先定說 這從哪裡進來 這裡 先定說這個門 屬火屬金屬土屬木 從這裡吧 喔 這個要先定出來 裡面 五上六五 吉凶破五 通通都出來 王爺說不請出來 王爺小子買出來 五行要先定位 就是要理氣啦 那這個就是行體 王爺好像冷的身體 那個樓盤那個理氣 這裡屬火還是屬木 好像冷的精神 這兩個要配合下來